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 就是短时间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头脑风暴出很多工业设计概念的时候 又让我想起了以前本科 一个星期三十五张摩托车 或者出方案要二十张草图的日子 兔兔讲设计 哈喽小可爱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兔叔叔 今天接着推荐比较好的网站 我是工业设计背景的 老粉们应该都知道的吧 来来来把五颜六色的老粉打在公屏上 那今天就来讲一讲工业设计的灵感网站吧 接触过工业设计的应该能发现一两个快乐老家 开始之前先求一波一键三连 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业设计案例 不信你就把点赞按钮长按 你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你真的不是在骗赞吗 今天推荐的第一个网站是 这个是我16年遭遇人生滑铁炉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拿了很多国际大奖的年轻帅哥老师推荐的 请注意年轻帅哥 节操 大家可以看到他网站内容包含了产品设计 科技 科技 汽车 建筑可持续等非常前沿的项目 点睛项目页面包含了项目的详细介绍以及各种细节图 在我DIY设计研究生的时候 这个网站就是我的灵感主来源 因为它里面不管是HeroShot怎么拍 还是前沿科技怎么应用在新的产品领域里面 甚至是跨学科设计的可能性 都能在这个网站获得灵感 说起来这个小哥哥可真的是帅 他还拿了一堆国际设计大奖 嗯这个小哥哥哦 哎哎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分享网站分享网站 既然提到了国际设计大奖 那就必须得提国际设计大奖的网站了 也就是红颠奖和IF奖的网站 那么虽然近几年来柳关忠大师有提到 说红颠奖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 还在摸爬滚打的 普通设计狗来说 那么履历上有 那么一两个奖 总归是比没有好 到现在都还只通过初选 还没有拿过 还没有拿过大奖 学霸小哥哥说过 重点是 很帅的学霸小哥哥 他之前跟我们说过 说平时要记得 积累哪些 可能容易获奖的作品的灵感 那么把那些 突然迸发出来的灵感记录下来 这样等到你 比赛报名时间开始的时候 然后你要准备 投稿评奖的作品 然后那个时候 你有这些平时积累的灵感 你就不用临时去想 既然本来积累获奖作品 可以提高自己获奖的能力 能看一手资料 为什么要看二手资料呢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登录 红点或者IF奖的官网 然后直接看以前那些获奖的作品 然后用来积累你自己脑子里面的数据库 你也可以积在你自己的电脑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反正就是当你积累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的大脑像是一个 就像一个数据库 就是你灵感来的会更快 然后你也会就是增加一些 对哪些作品能获奖 哪些作品不能获奖的敏感度 OK 然后下一个是Core77 它是另外一个大奖网站 然后为什么我要把它和红点IF分开来呢 因为我个人认为 这个Core77是比红点奖 还有IF奖含金量要高的 这里又要引用学霸小哥哥的话了 学霸哥哥谢谢你 谢谢你 红点和IF奖跟倾向于是给你的idea评奖 也就是说你的概念里面想拿奖 就需要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亮点 但是就是你的投稿排版 只要把这个亮点表达清楚就可以了 就相对于Core77来说 它的排版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然后Core77的话 是你如果想要参加评奖 你是需要递交一整份报告的 然后用来描述你整个项目 从研究到实验到落地的一个合理性 所以我会觉得说Core77的考量复杂程度会更高一些 然后也就更适合研究生阶段的学生作为学术参考去逛 因为像研究生阶段的项目很多都是那种 就是你可能要去找一个完全没有参考的领域 去找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不像是我们本科的时候做的很多都是 比如说你设计一个杯子啦 设计一个挂护刀啦 那种就是已经有了一个产品 你只是再去做一些微创新 像偏研究生的话 他就是要做一个更颠覆性的创新 反正我之前的workshop里面也有讲到过啦 就大家有事没事可以看看之前 我们我跟学弟学妹们的workshop OK下一个网站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网站 也就是kickstarter 严格来说kickstarter并不是一个工业设计的网站 它其实是一个众筹网站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 就是短时间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头脑风暴出很多工业设计概念的时候 又让我想起了以前本科 一个星期三十五张摩托车 或者出方案要二十张草图的日子 所以像kickstarter上面 其实也有很多可能能够给你灵感的产品的众筹项目 然后你也可以去参考他们这个产品 要怎么去阐述它的功能 怎么去阐述它的特点 以及说它的图 还有它的那些动图是怎么做的效果图 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短时间需要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想出尽可能多的方案 那个感觉真的不好受 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会需要把各种各样 你可能获得的能够给你灵感的信息 全部塞在脑子里面 或者贴在墙上做一个mood board 或者一个inspiration board 那么像这种时候 你多一个网站可以参考 你就千万不要放过它 然后下一个网站是pinterest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瀑布流图片网站 像国内的堆堂和花瓣 也是类似的一个瀑布流的那个界面 不知道是不是参考了pinterest 我不知道 像我需要出图的时候 特别是单张大图 有事没事我就会刷一刷pinterest 因为它自己还会有演算法嘛 不管是工业设计 手势设计 还是插图 你都可以去pinterest上面搜索关键词 然后它的图片质量会很高 反正对我来说 是特别适合让我提高一个 单张大图的审美的网站 OK 今天最后一个网站就是issuu 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小可爱 应该也有一些是要自己 做作品集去申请学校的嘛 那么issuu就是一个 线上发布电子书的网站 跟pinterest相比的话 pinterest更倾向于找单张大图嘛 那么issuu就十分适合那种 需要做几十页的作品集 排版的小可爱去找参考 像前前后后大概有 平面设计的小可爱 服务设计的小可爱 交互设计的小可爱 还有那个对对对 产品设计的小可爱 都有问过我说 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作品集 要怎么样开始去找一些参考 来提高自己做作品集的审美 因为万事开头难嘛 然后我都推荐他们的是issuu 就直接在这个网站里面搜关键词 然后找一些你自己觉得很好看的排版 或者说是适合你自己专业的排版 因为每个专业大家的那个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就尽可能找跟你专业比较相关的别人的portfolio 就直接so portfolio 就是作品集的意思 然后看看别人做的怎么做 有没有把项目讲清楚 然后怎么排版会比较看起来专业一点 反正就是找你自己喜欢的 看起来舒服的 或者说是你如果有辅导老师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搜到的案例 问一下你的辅导老师说 嗯 没几个比较推荐 然后你有了参考之后 再开始做自己的作品集 这样子就 开头就没有那么难啦 OK 暂时网站推荐就这么多啦 小可爱们对于这些网站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以后有更多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或者说是私信问我 我如果能回答 我都会尽量回答的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想看以后更多内容 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问题和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参与讨论哦 一般的皆さん 那里好 Gaming